IS-485中继器 能够在通讯应用中起到信号隔离与信号中继的作用 首先让POC执行一个每两秒亮灭一次的程序 设备两端连接线长度约为一米 随后把设备两端分别接在1000米的DP总线两端 此时进行通讯会出现明显的中段现象 将IS-485中继器连接至重站设备的一端进行信号中继 通讯距离过长的时候还可以加一个中端电阻使信号增强 使用了IS-485中继器后通讯恢复了正常